大家好,我是蜜飞 之前我们是在我的台式机上面 部署了本地的DeepSig 那个效果很不错 也有蛮多人是喜欢的 那么在之前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 还不错的独显才可以跑本地的大语言模型 核显的用户有没有希望呢 你还真别说 前段时间我在GitHub上看到一个项目 IPS IIM 这是一个将大语言模型高效地运行 在Intel GPU NPU和CPU上的大模型 XPU加速库 说人话就是可以在核显上面跑大模型了 这不得来看看 可以跑多大的 要怎么样才能跑起来 我这里是直接介绍了一台华硕的 2025-01-14商务轻薄本 它搭载了酷睿299-285H 具有6个性能核心 8个效能核心 2个低控号核心 16核16线程 最大锐频是5.4GHz 核显2个140T 搭配的是美光DDR5内存 342G 1TB的三星固态硬盘 2.8K高速于 120Hz刷新率的屏幕 但仅有1.2千克 这么小的新毛本 我们直接来看 它跑起来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小游戏 能不能成功 这个思考的有点快嘛 OK 它现在给了我们最终代码的一个事例 好 它说这个实例 它实现了马里奥的基本移动跳跃功能 可以随意移动 并且可以跳跃 好 这里已经完全结束了 那我们直接下载下来 OK 我们直接打开文件 是真的可以控制的哦 但是确实是非常基础啊 也非常的抽象 真不错耶 然后这里我们切换成Deepseek的14B本地 然后这里我有列了一些小米15Ultra 它的一些光线的点 那么我们叫它理一下这个思路 列一个思维表格给我们 让我们发送 那你看它现在就整理好了我们这些东西 然后再给我们整理这个思维导图的内容了 手机体验反馈 外观设计 那屏幕表现 那拍摄的一个体验 性能和优化 然后这个什么硬件的细节 色彩的表现 然后社交的体验 然后电池的续航 都整理的非常有序啊 然后我们还可以直接从这里点击下载 那我们就直接放在桌面的话 那我们去到桌面 就可以直接打开它了 就是在网页上可以直接看到 这一点还是非常棒的 OK 这是第一个 然后比如说我们还能生成表格 那我们这里一样还是 Deepseq RE14B的 Q4 我们上传文件 就在上传文件这里 可以看得出来啊 它这里是 只能够选择这些文件 PDF DOC PPT XIS TST 就写了 这里咱们上传了一个 咱们这个备份和同步的文件 然后我这里说 根据我的视频脚本来制作一个对应的图表 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两个软件 发上去 它在读取文件 然后它现在思考了 而且说实话 14B在这个核显上运行起来 这个速度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确实非常的可以 那 非常的好啊 而且它不仅仅是可以制作这种图表 它还能搞这种类似于 思维导图的 结构化的 然后还能搞 这种 还有这种 哇 真的非常的屌啊 和这一切都只需要 这么一个小电脑就搞定了 你敢想 就这样一台小小的轻薄本 就直接可以跑起来 14B的Deep Seek了 而且速度还不慢 这不得来看看实际的操作流程 毕竟 谁不想在本地拥有自己 随时可用信息安全的大语言模型呢 首先我们需要把手里的电脑 核显驱动更新到最新 首先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核显驱动更新到最新啊 那这个我们就直接去到英特尔的官网就行了 那现在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版本 Win11 然后是这个版本 日期是3月24号的 那我们直接下载 那等它下载完成 这个一般来说 这个下载速度可能会偏慢一点 这个大家耐心下载就行了 好下载完成之后 直接安装就行了 然后这里就开始安装 中间可能会黑屏啊 就是正常现象 那最后需要重启一下 OK 那咱们继续我们的下一步 之后就是下载 我们可以直接到项目的官网摩塔社区 这个网站在国内访问是非常方便的 里面也有详细的步骤和注意事项 我会直接在评论区置顶 到时候大家直接就可以访问了 在这里面 我们直接选择下载 Olama IPEX ARM 这个版本的 Windows ZIP的个压缩包 这个是目前最新的版本 然后就是节安装 好 现在我们的英特尔显卡驱动 已经是最新的了啊 那么 现在我们就要去下载 Olama 我们去到摩塔社区 我们去下载Olama的英特尔优化版 也就是IPS ARM 英特尔优化版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地方 它这里是一整个的使用教程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 去下载 它这个新的版本 你看这里有7天前 7天前的这个版本 是205318 OK 我们下载 那整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 好 等待它下载完成 我们打开它 然后我们就直接解压 提取 把它关闭 那它现在是在下载的这个文件夹 那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自己想要的一个文件夹里面去 我这里为了方便演示 就直接放在桌面了啊 直接放在桌面了 那我们点击进入 然后我们找到 Cash Olama的这个执行文件 我们直接双击运行 它这里会显示 阻止了它启动 那我们在这个更多这里 我们选择 仍要运行 到这我们就已经启动成功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为它下载 我们的Deepseek模型 我们可以先去 Olama的官网 然后在这边选择Models 然后这里选择Deepseek R1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个模型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命令了 比如说现在7B就是这个Olama Run Deepseek R1 我们就先选择7B吧 我们这个是可以运行14B运行的比较OK的啊 然后我们打开新的命令提出 也就是CMD 然后CD到我们Olama的一个安装目录 复制 然后到这边粘贴 回车 然后到这边选择我们的Olama 7B Olama Run Deepseek R1 7B 回车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下载 然后等待它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命令提示服务里面 进行一个简单的问答了 这个下载的速度取决于大家的这个网络啊 到这我们就已经成功了 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性能才占了40%多 你看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啊 7B嘛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中端进行简单对话了 那么我们还是一样 大概都会需要一个Olama的可视化UI界面 我们可以直接在浏览器里面 添加插件 Pitch Assist 这个在系统默认浏览器 或者Chrome浏览器里面 都可以很方便的下载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需要一个图形化界面 那首先我们是直接使用浏览器插件啊 在这里扩展 我们可以管理扩展 然后在这里获取新的 然后我们直接搜索Pitch Assist 那搜索 第一个就是啊 那我们直接获取 添加扩展 那就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点击 它就已经连接上了Olama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这边的模型 是Olama DeepSick IE 7BQ4 7BQ4的一个模型 我们简单试验一下 整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这是7B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占用 GPU占用100% 而且整个设置非常非常简单 你看它现在这个还是NV6的显卡 那咱们现在是在用核显跑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 这个等它跑完 还是给的非常详细的啊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设置里面 去设置一些其他的参数 就这里放成中文 你看这边还有支持库 还可以管理知识 这里可以嵌入一些 可以插入一些新的知识 然后它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个AI助手了 那这是第一个浏览器插件 PG Assistant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客户端 这次我们选择的是TreadBose AI 整体的操作也是非常简单 就可以完成安装和调试 那么第二个方式就是直接在我们的电脑里面 安装一个客户端 TreadBose AI 然后我们访问它的官网 然后直接这里就可以下载 那整个速度也是很快的啊 好下载完成了 那么打开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它 然后安装 TreadBose 然后我们直接运行它 然后因为我之前装过啊 所以它这个记录还在 所以它也是非常方便的 就可以直接搞定 一般来说它是会直接弹出窗口啊 如果没有弹出的话 我们直接进去这个设置里面 我们添加一下这个Olama的API 我们选择添加Olama的API 然后它这边就会直接出来一个默认的 它会自动添加这个域名啊 如果没有自动添加的话 大家自己添加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选择保存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使用它了 然后这里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模型 7BQ4 然后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开始跑起来了啊 那也是非常简单 那它整体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么这两种方式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简单的 部署好了我们的本地AI大模型 DeepSick 以上是我们使用Olama的一个教程 当然我们还可以使用更简单的办法来操作 比如Follow AIPC助手 它是自带图形界面 一键安装之后就可以部署使用 它是基于Korea Ultra优化技术的AIPC智能助手 也就是和上面的iPad AIRM一样是对它进行优化的 而它的安装就更加简单了 直接就是下载对应的安装包 然后选择对应的模型 直接下载即可 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我也给大家简单的来演示一下 那我们直接来到Follow AI的一个官网 我们在右上角可以把它切换为中文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看一看它这边的一个简介啊 然后直接下载 那我们肯定使用AIPC版本 等待它下载完成 好 这里我们下载好了 直接打开它 它是一个ZIP啊 我们直接全部解压缩 它这里有一个安装文件 那我们直接安装它就行了 然后它这里又会显示Windows1保护你的电脑 这里我们不需要管 我们直接人要运行 那安装 这个位置大家放到自己需要的地方就行了 好 这里已经完成了 安装的向导 我们直接运行它 完成 然后我们等待咱们这个AIPC助手启动 那启动完成之后 它会需要我们微信登录啊 我们扫一下 扫一下微信 好 等待它启动 它一进去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免费的会员到4月26号 然后这里有很多东西啊 什么翻译助手 核生助手 文本续写助手 这些这些PC助手 这些都不用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图标 它是模型市场 然后我们可以看 它这里一些比较热门的模型 它已经给我们添加了一个名端的 然后我们自己去 所以我们打开筒子 我知道 那个 那么 你 第一次启动可能会有点慢啊 它应该是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出现 现在是挺好的啊 比如说合同出手 文本去写入手这些这些 那之前这个就是它直接给了一个框架 到这其实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在轻薄本上运行本地代语言模型的流程和步骤 都已经非常的信心明了了啊 大家到时候试了可以在你们的电脑上跑通 也记得回来说一说 是真的非常的方便 就目前来说DeepSeek依然是每天都有限额 基本上用上两次就没了 你搞一个本地的解决一些基础的问题 在我看来还是没有用的 而且在这么小的一个电脑里面 是真的我在搞之前都不敢想 它居然真的那么强 一方面是IPS IIM是真的很高效 另一方面也是Coreo 299-285H处理器 支持核显本地加速代语言模型 强大的NPU也确实很给力 而且通过XPU的架构协同也使得效率会更高一点 而这么一个小的电脑加上这个处理器 不仅可以满足工作需求 还可以玩很多游戏 而现在本地AI也可以直接搞定了 是真的太给力了啊 而说到这就不得不来跑个分 看看它的AI性能到底有多强 这里我们使用MIProfit Client来测试 它可以评估不同硬件和软件配置的一个AI性能 在经过一段时间等待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跑分 这么看可能没啥感觉 我们来个参考戏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实力了 是真的很强 就不得不说 英特尔库瑞Ultra处理器在AI领域目前就确实有着独特的优势 之前看测试看到它的这个数量力很强 其实没啥感觉 但落到实处看到它跑起来的效果 就确实还是很震撼的 如果你刚好是有着相关的硬件 强烈建议你也来试一试是真的很强 也对实际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谁能拒绝一个随时待命 不管网络状态 不管时间安全 也没有限制的AI助手呢 那么这就是我本期的轻薄本本地部署 DeepSeek的一个详细的教学 也希望你们都可以用起来 可以帮助到你们的话 那就是最好了 最后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 欢迎留言 我是云飞 那么记得点赞收藏 那咱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